大家好,我是蓝胖 今天带大家逛逛夏季的花式 看看都有啥 夏天,它这个遮阳网全部拉上了 一进来好黑,但是特别凉快 空调开得很给力 这一片圆锥绣球太漂亮 它是那种白绿色冰淇淋的感觉 去年我养过,不太适合封闭阳台 有露台或者院子的可以充 出于泥而不染的荷花 看得我心洋洋就是没条件呀 这个奶黄色也挺好看 谁家阳光不太好的,可以考虑求懒 它也挺皮适,不爱生病 这估计是大鹏控养第二波花的无景象 对比春天花桥明显小了很多 它这个伯利恒之心估计的有一米七 我是三月中旬种下的重球 七月开花了个头有一米二 这个叫马达加斯加茉莉 没有香味,但是特别皮适好养 需要阳光 给我家去年十净月它都没事 缺点是怕冻 这个泼墨石湖兰这会开花 估计是大鹏控出来的 这些蝴蝶兰也是 不过也有夏季开花的蝴蝶兰 大部分品种夏季是不早开花的 长寿花也是控养开花的 尽量避开这个季节购买 像长春花呀,太阳花呀 繁星花有五四枚呀 都是夏季开花 不怕高温可以购入 这个松果区也很耐热 但是适合庭院露台 这个不知道叫什么 小时候奶奶拿这个叶子 给抹蚊子叮咬的地方 这个机关花也是儿时满满的回忆 水苔球的一只卷 可以打造一镜杆 这个叶下猪也很飘游 尾羊死了一颗 好养的绿枝还得是春雨和龟被主 杨洁耿花色 很多花有都说不好养 粉包冬红 第一次贱卖的不便宜 谁养过跟我说说 这一对绿油美是美 就是打不完的红蜘蛛 这个紫叶醋姜草 就挺皮士能观叶能赏花 不行这期视频太长了 结尾 祝大家转好运 发大财好运连连 这期视频太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